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詩盛先生 下午好 不好意思 我只能用中國話跟大家講 今天非常高興 在這樣一個場合跟大家進行一個交流 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企业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 说明我们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得到大家的认同 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 走向世界也得到大家的认同 这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我可以先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雷斯照明的一个情况 我们雷斯照明今年刚好是第四五个年头 从创业到现在 我们当初只投资了一百万人民币 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通过十五年发展 在今天 在中国 甚至也可以说在亚洲 是最大的照明企业 也是最知名的照明品牌 很多朋友讲 我们这公司很传奇 很迅速 发展很快 就用了十五年时间 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 那么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回过头去看 我们只用了十五年时间很短 取得了今天这点成就 但是 我们从创业初期到现在一路走过来 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也很心酸的 所以我说中国 在过去这几十年 是充满了很多机会 也可以说我们是抓住了机会 但是有这么多企业 在同样的机会下 为什么我们能抓住机会 我经常讲 其实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企业 无论是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都是避然的 都是避然的 关键是你要找到它 避然的因素 你不能看假象 就现在大家看我们中国 我们三十年时间 在全球也创造了奇迹 在一个人口 众多的这样一个国家 而且国方面基础建设 设施 国力都很落后的一个国家 今天能做到举世熟悟 为什么 客观讲我认为 也是必然的 中国人 只有中国人 其他国家很难做到 因为我现在经常出差 到全球到处走 我就跟很多国家 他们为什么做不到 他们也是地大物博 资源很丰富 他们人口比我们中国少 他们做不到 我们中国为什么做得到 其实仔细分析 我们中国的国情 我们做得到 这是避然的 因为我是这样认为 从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中国 从一个很落后 一片空白 应该说 这样一个环境下 我们开放了 然而我们的人的需求 很大 是一个需求 一个稀缺的经济时代 所以在二三十年以前 如果说 只要你敢 对中国感兴趣 只要我们中国人 你胆子大 你愿意下海 你愿意去做事 成功的机会特别大 因为你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东西 都是供不应求 在那个时候 这是中国的现状 当时的现状 还有 由于过去我们 的劳动力 人工成本 非常的低 我们的加工成本低 所以我们 跟西方一些企业比 我们有优势 我们有制造成本的优势 这也是我们 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初开放 包括一些税收 国家一些政策 支持等等 如果那个时候 你抓住了机会 我们的产品 做出来 我们的性价比 一定是在全球 是有竞争力的 这一点 其实我曾经 跟一个西方的一个 一个很知名的人士 在一起交流 他曾经讲 他说我们中国 就是用低价 倾销 抢了西方的市场 让他们很多企业 失业 我们那种贸易 那种顺差很大 我当时就谈了 这样一个观点 我说你这个事情 你不能只怪我们中国 不能指责我们中国 因为我们中国的人工成本 就这么低 刚开始 这是一个过程的 原来我们一个月工资 人民币就是一百多块 一两百块 到今天平均工资 员工几千块上来了 跟西方很多一些 国家也接近了 但当初我们就是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的成本低 这是事实 这是现实 那么明明知道我们的低 你们在一些 技术含量不高 应该说嘛 劳动密集性产品 在这方面 你们西方是 做不过我们中国的 那么为什么你们要拿你们的 弱项来跟我们中国的强项相比来 我说你们自己有强项 你们不跟我们中国来输出 比如说你们的 因为毕竟像特别是西方 我们中国在经济两百年 落后了很多 像一些技术上 一些高科技 这些方面 我说是你们的强项 那你们要封锁中国 你们不给中国机会 你们不把你们的强项 跟中国的弱项 来竞争 那你们失去就业 你们的市场比我们抢去 很正常的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说 我看上我的观点就是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如果抓住了机会 我们很多企业 如果有好的理念 好的思路 是可以成就的 还有就是 我认为包括像西方 很多也指责 我们中国的一些体制 共产党 什么一党专制等等 说心里话 我不是很关心一些政治 但是我有个观点 因为我们说企业的 我过来的 我感觉很深 原来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老师跟我们讲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那个是盲目的 后来上了大学 工作了之后 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那么现在我告诉大家 我的感触非常的深 没有共产党 就是没有新中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 它是一党的专制 它的决策 非常power 快 所以在这方面 我跟一些企业家们 经常交流 特别是在创业初期 创业初期 因为你的资源有限 你的公司小 平台小 你人力 财力 什么都不够 你怎么去跟人家去竞争 你靠什么去竞争 如果你认为你是英雄 我经常讲 只有英雄才会创造历史 如果你认为你是英雄 你就必须要集权 你必须要控制公司 哪怕你是小股东 你都要控制公司 通过你的对市场的敏感 通过对市场的快速反应 你的决策 你才能让你公司 快速地超越其他企业 能够成长 这就是我的理解 所以大家不要去抱怨 不要去抱怨 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 特别是我们有些 有些同学 有些朋友 在西方受的教育 可能受的影响 对一些自由啊 什么民族啊 这些 我说实在的 你没有物质的满足 你去追求那些的是虚的 是空的 所以我非常赞同 我们小片中的一句话 无论是白猫 黑猫 你咬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们中国今天 通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老百姓富裕起来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一样的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了 可能我们在有些方面是 可能有些言论啊 包括有些自由等等 受到一些越处 但是我们希望 能跟我们的国家 能跟我们的政党 一些包容 给它一些时间 一些机会 这是我的观点 他们会扁 会改 因为今天的中国的领导人 可以说都是一些精英阶层 不是像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那些老革命 他们没文化 所以今天 他们那些战略 那些决策 我不敢说全部永福 但是他们不是盲目做的 所以我认为做一个企业 也一样的 那么可能中国这几十年快速发展 我承认 有了很多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比如说环境 这些 比如说我们 国家的事 就是我还想说 大家非常议论的 也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 中国的诚信问题 我刚刚中午的时候 跟大家朋友们在一起聊天 都讲的 中国人很聪明 很聪明 但是很多事 就坏在太聪明上 喜欢打捷径 喜欢看眼前的意义 喜欢做四两拨千斤的事 这是我对中国人的一个看法 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二十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 我们那些 第一批 第二批中国商人 他们走向世界 都是以贸易的方式 我们就说 中国的话叫倒爷 用这种方式 走向世界 由于他们第一批这些人 他们主要是胆大 很多文化不高 就是说个人的素质不高 在经营 在市场的推广 这方面 尤其是采用了一些过激 甚至 违背 诚信的一些做法 但是那只是 少数中国人 不能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全部 这种也是不长久的 所以也正因为 这样过去造就了我们现在 国际化 推我们制作中国的企业品牌 推我们中国的产品 有很大的难度 有些国家 一说到中国 一提到中国的产品 都是垃圾 觉得 而且中国这些企业不可信 让我们很 就是非常的那种 很难过 所以也正因为这样 我一直 在公司里面 我提上这样一种 一种理念 一种文化 我们要做一个世界品牌 我们要做一个 让世界 至少行业里面 尊敬的一个企业 这就是我们的 雷斯的一个企业文化 那么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 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今天 我也很荣幸 也很欣慰地告诉大家 我们NVC雷斯照明的品牌 在中国 绝对是第一品牌 敢这样说 赵明哈也第一品牌 是建材 包括建材 每年 国家品牌实验室 发布的那个 品牌5倍墙 那个榜单 今年 我们雷斯照明 是中国 216位 是包括所有的企业 中国的国企 央企 所有领域的企业 我们排在216位 品牌价值80多亿人民币 这是我很欣慰的 而且从 一亿零年 零九年 到现在 连续几年 在中国 是 这个领域里面 品牌的首选品牌 超过菲利普 这也是我们很欣慰的 那么今天 我也敢说 在全球的照明行业里面 还没有一家企业 不尊重雷斯的 包括一些国内 也在国外 很知名的一些公司 主动跟我们 谈合作 占领合作 甚至也谈 让我们去收购它 去兼并它 我常说 其实我们做企业 我很想做大 迅速做大 因为你大 你平台大 影响力大 你整合资源的能力 整合资源的能力很强 你容易 接触更多高端的 那些企业人 但是 怎么个大法 怎么做 所以我在 跟朋友们交流的时候 也参与我的观点 其实做企业 你要想念进走 体育里面有一张进走 谁当冠军 他是谁跑得最快 是冠军 但是他有游戏规则 就是你必须一个脚要落地 你不能腾空 所以我说你做企业 你要想念进走 你既要快 还要控制风险 你们看 体育里面 进走是没有摔倒的 反而是短跑跨栏 很容易摔倒 为什么 他太快 他腾空了 就容易摔倒 所以我说 做企业 其实很多事情 是跟你的理念 思路有关的 我们都想做大 但是有些事情 不能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 你只要慢慢地 一步一个脚印 这样走 可能十年 八年 或者更多一点 二十年 你就会是一个 很知名的公司 很有规模的公司 也很有实力的公司 我们通过一些 整合监柄收购 是 你可以迅速地 把规模做大 你可以简单地 做到一加一次 等于二 很快 但是如果说 你在监柄病收购上 你不能把这个企业整合 实际上是一个内耗 未来会出很大问题的 这方面 我是感触很深 我也见到很多企业 我说 我如果要成为世界前三 我很快 我马上就会做到 因为我有这个机会 曾经有这样的机会 送上门来找我 包括现在都有 现在都有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家上市公司 我有融资的平台 我可以蒸发股份 我可以举债 我完全可以收购一家公司 但是收购之后 我怎么去经营 这个管理 这样我没想好 我没想好 而且我常说 其实刚才这位先生 你讲话 我很赞同 其实收购一个破产的公司 是很不明智的 那么收购一个好公司 如果你做不好 可能会加速它破产 为什么 文化 你收购的公司 你如果文化不能整合 是不成功的 所以我的总结 我经常跟一些朋友们 交流我的观点 我说 两个十的企业是 一定要深重 第一个就是 云云云 在十个亿人民币以上的企业 一定要深重 第二个就是 它的企业经营在十年以上 你要深重 你要深重 因为这样的企业 它有自己的文化 已经有自己的文化 如果说你企业的文化 你不能整合 你收购过来 只是简单的 可能今年 甚至未来一两年 业绩会有很大的增长 数字上增长 但是你把它撤分起来 实际上可能在下滑 你并没有增长 你只是加起来了 豁起来增长了 你的盘子大了 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所以我说 我们安慰税 那是赵民 我走今天 我可以说 就是靠我们 慢慢积累 慢慢走 一直坚持 一直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坚持 走过来 那么今天 大家看到我们取得成就了 都觉得很了不起 但实际上 我们这么多年 跟我们的坚持 跟我们的制作有很大关系 还跟我们的理念 一些思路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 中国现在 有没有机会 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 每时每刻都有机会 而且机会很多 可能我们在座很多 有些想创业 错过了 我们中国改革开放 前几十年 这种好的机会 就刚才我说的 那个机会非常的好 你只要胆大就敢 就能成功 那么今天 我刚才也说了 由于我们过去一些企业 我们一些短期行为 我们到至了今天 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 我们说今天 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机会 同时也变成危机 如果我们在这危机中 能找到机会 我们就能成功 比如今天 我们中国的品牌 海外很多不认可 如果你抓住 用做品牌的理念 思路的运作企业 你只要坚持 能让人家认可你 得到人家认可之后 我们有很多优势的 还有过去我们只是靠 简单的 低成本竞争 这种策略 那么现在 你一定要 升级 要转型 不能只是靠 简单的低成本竞争 靠低成本竞争 我们现在竞争 某个周边的一些国家 所以我们 一定要用我们的 新的创新的理念 去经营 我经常讲 创新 不只是在 技术这方面 停留在技术这方面 创新 我们的经营理念 我们的模式 我们的管理 这些创新 很关键 很关键 你不能走人家的老路 只要在这方面 我们做得好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当然 由于这几十年过后 中国的市场 也像西方一些 发达国家了 都开始变成熟了 每一行 每个行业 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 如果现在 你在像我们当初这样 去做一些传统产业 用传统的模式 你一直投入这么点资金 这么点人力 你很难超越 现在这些行业的老大们 你超越不了他们 你凭什么 你赢了你的产值 还不如人家的广告费 你怎么超越人家 所以在传统 这个领域里面 你要超越 只有靠创新 靠管理创新 靠你的模式来创新 靠一些经营理念的创新 那么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讲 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很多行业 是非常好 非常招扬的 你只要抓住 中国人的需求 我们中国人的需求 跟西方人的需求 是不一样的 有差别的 我这两个是 专门研究了 我们中国人 一说大家一下子明白 我们中国人的需求 实际上从低往高 是从一路 衣食住行乐 是这样子 我一说大家中国人知道 你看我们 改革开放初期 首先是做服装 跟你一一相关的 只要是做的 还是做服装 还是销售服装的 都赚大钱 很好 因为中国人讲面子 你愿吃差一点 但是外表要好看一点 要跟人家把面子绷起来 就像我们说的话 首先解决是一 好了 一解决了 就是池 就是跟 池跟影视相关的产业 开始发展了 快速发展 我们原来请大家吃饭 请朋友吃饭 都在家里 后来 也是要面子 要讲排场 请朋友在饭馆那边吃饭 过去是自己做饭 现在就是 享受一下 周六 周末这些 节假日这些 把一家人带上 到外面去吃饭 去餐馆吃饭 所以成就了餐饮业 快速发展 后来 就是房地产 在四多年前 中国的房地产 为什么这么快速地发展 因为 以死解决了 就是住 中国人讲究住 需要有自己的家 这一点跟西方人 是简直不一样的 我一会儿谈谈西方人的需求 中国就是把住 看得很重要 看自己的家 就像我们说的 像窝一样 我自己总得有个窝 自己的家 你自己的家没有 你只感觉就是不安定 所以中国人总想 要有自己的房子 想买房子 所以成就了地产 在家是中国的人口众多 成就了 就是中国地产业 快速发展 那么跟它相关的一些 包括我们照明行业 也是跟地产相关的一些行业 就快速发展 你看 中国的福布斯 五百强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 是跟地产相关的 最近 最近这几年的 都是跟地产相关的人 好了 最近几年 地产开始 应该不是说走下坡路 不是说是萧条 是这个行业竞争 已经成熟了 发制发规 已经成熟了 那么现在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做地产 你只要拿到地 马上就可以 图纸设计出来 就可以卖楼花 现在不是 现在你没有资本 没有私利 你没有品牌 你很难的 好 接着地产 跟住 过了之后是什么 就是行 现在大家有钱了 你们看 中国的长甲 每一个景点 人山如海 你们中国的话 像虾饺子一样 人太多了 为什么 观念改变了 喜欢出去旅行 去度假 你看全球的航空业 很多航空公司 还亏损 不仅其 但中国的航空业 这几年 发展非常快 包括跟行相关的 不光是航空业 汽车 你们看 也是发展非常的快 还跟这些行相关的酒店 我们过去 说是一个省会城市 五星级酒店很少 现在很多 县 甚至有些镇 乡镇 都有五星级酒店 而且酒店还在不断地建 特别是一些旅游景点 你们去中国 有些旅游景 旅游过得都知道 其实有些设施 很差的 条件很差的 那么我认为 中国现在 这个阶段 这个需求 很旺盛的阶段 是处在行和乐之间 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方面去 去关注 去投资 一定是很有前途 那么乐 就是我们说的文化产业 娱乐业 包括体育事业 都是这样 那么中国 如果在十年前 你甚至在五年前 你看 搞体育的 搞文艺的 搞演唱的 十有八九是亏损的 没有一个赚钱的 我曾经搞过演唱会 亏本 是 我投资过电影 也是打水漂 过去中国的 电影的票房收入 上亿的 出来的几个大导演 你们都知道 张艺谋 陈凯锅 这些等等 他们 如果票房上亿 就他们这几个大家 垄断了 而且都不高 你看现在 世人不是世人 拍过电影 都会上亿 是 首先中国的 为了电影业 一定是 很好的行业 体育业 一定是 很好的行业 因为我每次到英国来 到西方来 只要遇上球赛 我想去看看 英国的 别说是英超 英甲 甚至 英姨 他们踢球 观众都特别多 球场特别热闹 还不用说 其他的广告收入 就过门票收入 如果他亏损了 那是他因为 观念不好 我认为 那么中国 在几年前 曾经 大家 国人 非常有热情 说是想搞体育 但是由于 在这方面 你超前了 你超前了 就意味着 中国人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你要他花 就像现在 花一百银棒 相当于一千块人民币 甚至五百块人民币 而且看上球 他不干的 他不去的 包括演唱会一样 他不会的 那么现在 这些产业 都已经是 我认为 朝气奔波 非常好 所以中国是 时时刻都有机会的 那么我们 向海外走 不访我们 中国下一步 我的观点 我们要海外扩张 我们一定 就像我说的 要我们的 利用我们的强项 其实 我在全球 走过很多国家 几十个国家 我们中华民族 有很多优良的传统 比如说我们勤劳 我们能吃苦 我们敢冒险 这些等等 包括我们聪明 等等 我们一定要 用我们的长项 去出去 这是机会 这是很大的机会 我们有些国家 他们的工资是 按周罚的 因为他们怕 一个月罚 罚了后半个月 他们就没迟的了 他们按周罚 这一周罚了 他们很快 星期三可能 把钱花掉了 他们就提前消费 我们中国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 还有这一点 我是一直想不明白的 比如在西方 几年前 我那个时候 来西方的时候 我们看一些中国企业 这些老板 在这边的创业的时候 他们讲 啊 生意好做 为什么啊 西方 下午五点钟 就关门了 星期六 星期天 不上班 你想买东西 很不方便 咱们中国人 就利用我们的勤劳 利用我们的勤奋 我们加班 晚上六点钟 晚上八点钟 九点钟 才关门 星期六 星期天 照常开 后来英国 什么制定法 不是英国 欧洲制定法律 说这是不公平竞争 我就很奇怪 你不劳动 也不让我劳动 你这不是侵犯人权吗 你们不是讲人权吗 我喜欢劳动 我以劳动为高兴 我以乐趣 我说你不让我劳动 是拨动我的人权 我经常讲创业 你选择了创业 你要像登山运动员这样 登山运动员 他冒着生命危险去登山 他为什么 是锻炼身体吗 他会去打球啊 会去游泳啊 去健身啊 他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登山 那在山地上是世外桃源吗 不是 山地上空气很稀薄 很荒凉 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 因为他们选择了这个行业 他是热爱登山这个职业 他在登山的过程中 改成这种诺区 他到了山顶是一沙拉的成就感 迅速亡调下山 向新的目标进发 我们创业也是一样的 我经常讲 创业特别是企业家的一个责任 你不是个商人 你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 你不光是为了改善你自己的生活 你在装作你的员工 装作社会 我们西方不是讲这些吗 但是他们是讲的一套 做的一套 你要装作你的员工 那么你做老板的 你做企业家的 你要付出很多 你做领导的 你做CEO的 你要付出很多 你要牺牲很多 你要牺牲很多时间 别人休息 别人多假的可能要工作 就这样 所以我们恩惠是能发生这么快 我没有剥讯员工 是剥讯我自己 我愿意这样劳动 就愿意这么辛苦 到处出差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机会有很多 但是我们只要抓住机会 用我们中国人的勤奋 用我们的努力 用我们的执着 我们相信 总有一天 还要用我们中国人的热情 我们总有一天 会在全球 得到所有的人的认可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公司 坐向全球去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你 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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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五分钟 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 给 Mr. Wu 从观众 我们可以拿几个 翻译 同声翻译器 把翻译器给我 好 来到Yishe-Wendler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谁想要先进去 这位女士 可能是 对不起 我先进去 摩克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您的公司会就是一直非常的集中在赵明这个行业 还是你会想扩展到其他的行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中国来讲 我觉得比较发达的还是沿海城市 但是雷氏赵明您是重庆人 所以我是四川人 所以我们川鱼地带现在是处于一个发展会在上升期 所以你怎么看待关于中国比较内陆的地方发展的这个问题 谢谢你 这一点问题非常好 其实中国很多企业 它做的一定规模 有些老板就开始佛照 就开始佛照 我真的很为我们中国有些企业很可惜 像我们有些企业十几年前 它是一个很知名的企业了 品牌 但是他们没在这方面去专注 没在自己领域里面去做抢自己 导致了它失去了很大的机会 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所以我觉得我雷氏赵明我跟我的定位就是 我一定要在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 做到全球至少前三 靠自己成长 自然增长 做到全球前三 我会考虑其他产业的发展 否则我一直会专注在这个领域去做 这是我的观点 另外中国内地的发展 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多 你们可能对国内 也许是离开太久 或者不是很了解 中国未来 它的发展战略 它不是只是个远海的战略 包括很早就提出了 整形东北 西部战略等等 就像一个 我听到一个人 一个家庭 你家庭富有是所有的成员富有 不是某一个人 一个国家也一样的 所以这点它是一样一个平衡的 你看远海过去发达 就业机会多 内地的人到远海 现在你看远海 其实是民工荒 为什么 其实内地也有很多机会 现在一个是产业的转移 第二个 内地一些招商影子的条件 非常诱人 所以说内地发展会 甚至未来内地的发展会超过远海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它的基础材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它的基础材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它的基础材 能够抓住基础的企业家成功了 然后念谈到中国在改变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政党 还有我们的国际化 我相信面临现在众多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多少都有一些彷徨 所以我想问的是面临如此迅速的发展 我相信可能中国现在变化的时代 没有办法再给我们另外一个15年 让我们这群年轻人去创造另外一个辉煌的雷势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彷徨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建议 还有我们的机遇和希望在哪里 谢谢 我刚才说了 我们机会是永远都有的 一直都有的 你看不光是中国 包括世界 一个是500强企业 一个是福布斯排行榜 它每年都在变 为什么 其实你要超越大家 你要用你的优势 我就这样讲 你要创新 你要在 特别是在传统领域里面 你更要创新 你要用你们所学的 比如说你是工商大学的学生 你要利用你们这里学的 我就是一则的观点 我当初去广东 我就是创业去的 我当时就是这个观点 他们高中生 初中生 都能够创业 都能成功 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凭什么 我不能生存 我凭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 那么你今天也要有这样的观点 我一个国内的大学生 连英语都不会的 你现在你看工商大学 这么知名的大学 你毕业的 我能成功 你为什么你不可以成功 但是 这是你的 从你的思想上 理念上 这叫战略上 你可以藐视我 但是战术上 你一定要重视我 你不能因为说 你上过人生工商大学 你就比我很优秀 什么方面都比我强 你必须 要像 那些前辈们 那些成功的人 去学 去分析他 为什么成功 他哪些地方成就了他成功 谢谢 谢谢 OK 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处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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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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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ap